我也是感觉到忧心忡忡 所以我今天要讲就是 第一点 水力工程 我们日本跟台湾落差这么大吗 我为什么要这样讲 看看我们的这个水军 日本建设那么几百年了 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坏掉 上面得来一大桥 那我们在这一块里边说 航馆也跟着说 阿贵甲也跟着巴拉巴拉跟着说 为什么这个 人工府的这个航馆 为什么不从这个提法的外围 一直延伸到 要求 那个地方来 破棋 错开我们这个古鲁村的部落 来维系我们 古鲁村的生命台产的安全 也维系这个 大桥桌地区 临近的乡镇的这个生命台产的安全 第二 提法 提法是维系我们 古鲁以下的整个 地区的这个生命台产的安全 北高中 这个受败户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例子 我们古鲁市受过这样重大的这个教训 政府 在办公室里面做事 他们不知道我们像民间的这个疾苦 每次台风季节 我们古鲁村的村民 哪一个会会 核心安 大家都跑到提法去 灯光 都我们都呼大家好 乡 软